混音 Uncle Wilson 你今天又教Ear 上次教过Ear Hello Kids This is Uncle Wilson, 虫虫哥哥 剛剛賭丹蟲是說得非常對的 我們之前已經學過耳朵year的了 那為什麼今天蟲蟲哥哥又說year出來呢? 沒錯,我們今天其實就要用year放在不同的字裡面 不過不過不過這個year放在以下這三個字裡面 它就不是讀year了 那是讀什麼呢? 馬上看看吧! 我們今天看到白板上有三幅圖畫 三幅圖畫都是代表著不同的字 那我們看看year怎麼可以幫我們串到這三幅圖畫 首先我們從左邊第一個開始 就是一隻的Bebe Bear Bear我們透過找beginning聲 我們知道B B B 是B 是Letter B 首先我們寫下Letter B 那Letter B之後是什麼呢? 咦?我們看到這隻熊仔呢? 都有耳朵的咦? 那我們就把耳朵year這三個字母放下去 先放下去 沒錯,那我們放了ear下去 那我們就有bear 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就是bear Bear咯? Gli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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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ar? 不是Bear 剛剛蟲蟲哥哥就說過 當year放了下來這三個字裡面 它就不是讀year 也不是讀bear 就會變成一個air的音 是air 那所以 b air 是bear bear 所以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個英文字 好,那接著看看中間的裡 啤梨 為什麼它會叫啤梨呢? 啤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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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啤梨? 啤梨 啤梨 怎麼原來啤梨 是由 啤梨 到來的? 啊 那但是 一個啤梨 和耳朵有什麼關係? 等蟲蟲哥哥 猜給你看一下 啤梨 如果我們把這個啤梨切開一半 再切開一半 啊? 那麼像耳朵? 對呀! 把啤梨調轉之後 我們看一看 其實半邊就像耳朵一樣 啊! 所以我們都會先寫下EAR 接著我們就去找回它的beginning sound PEAR PEAR 這個beginning sound是個P P Letter P 那所以 P-E-A-R PEAR 第三個英文字母 哦!這個都有點像蟲蟲哥哥Uncle Wilson 好了!他戴著了口罩 沒錯!我們現在經常都要戴著口罩 保持好個人的衛生 那口罩呢?我們就會戴在耳朵上面 沒錯! 所以同樣戴口罩WEAR 都跟耳朵有關的 我們同樣寫下EAR 接著找回個beginning sound WEAR 是W 是W 好!也就是Uncle Wilson的 Wilson 第一個英文字母 WAWA W 我們就找到W E-A-R WEAR 記住! 我們不是讀 BEAR PEAR 和WEAR 而是EAR 轉為EAR BEAR PEAR 和WEAR 希望小朋友今天學會了EAR 除了有EAR這個讀音之外 還可以讀EAR 以及學會今天教的三個英文字 拜拜! 拜拜! 如果喜歡Uncle Wilson的影片 可以like 和share 如果有什麼字想學 都可以comment告訴我 最重要就是 subscribe我的頻道 拜拜!